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hih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師推車 來了2023年的歐寶 摩卡 這個是咖啡的名字嘛 舒斯基以前的一台叫Capuccino 你知道嗎 我最愛那一台 頭文字D有出現過啊 600cc的 只有幼價也沒有出美規的 都沒機會買到 今天特別 上次有跟觀眾朋友講 我們要測試一下 不同的車款 所以這次特地跟好朋友商界 一台歐寶的摩卡2023年 當初有三個等級 新車103萬.9 1.2的Edition 最基本的版本 第二個等級是1.2的 上面Elegance Elegance 1.2 112.9 然後還有Electronic 電動車嘛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現場是Elegance的版本 那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台車跟標誌的一樣 應該同底盤 同引擎 變速箱同不同我就忘了 好不好 愛信的巴速手勢排變速箱 1199cc 渦輪增壓 那馬力是130p 扭力23.5 首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也是很興奮 因為睽違了20年 終於有機會又看到這個 德國的閃電標誌出現 德國的閃電標誌 在我年輕的時候 歐寶是國產車 沒有 其實那時候也有分國產跟進口 那我家裡呢 有幸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家父也開了一台歐寶的車子 那時候叫Cadict 我記得連動力方向盤都沒有 很久沒有出現在台灣的車種 不免俗的要懷舊一下 所以呢 當它再一次 又在台灣上市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很想買 但無奈真的是 新車太多 也越來越貴 實力不允許 所以終於藉著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 來看一下它的車頭 車頭我覺得它最漂亮的地方 就是它的水箱 這也不是水箱護照 除了大燈以外 連成一條線 中間有這個亮面的黑色烤漆的 好我覺得這種做法呢 很久沒有人這樣做了 有點像機器戰警你知道嗎 機器戰警是只有眼睛一條 以前我記得有那種美國老車 裡面還會有燈的啊 這個元素很久沒有用 我覺得差不多可以用回來 就是你在屁股會有那個叫什麼 貫穿式的尾燈嘛 那我覺得車頭其實也可以做一個 燈光的變化 不影響行車安全有原則 好我覺得車頭滿漂亮的 而且它這一次的這個車頭元素 我跟你講歐寶 包括後面的出的Axtra 其實都有呼應這個元素喔 就是在新潮當中 又不會顯得突兀你知道嗎 有些車想要做得很新潮 但是看起來不要急急 例如什麼車 可能觀眾朋友 你們自己心裡有沒有那種 它很想要做得很特意獨行 很科技感很現代感 這個很獨特 可是走在路上就覺得怪怪的 它的這一邊 它這個不是一個鋼琴烤漆而已 它裡面竟然還有做紋路耶 嘻笑喔 它做這個紋路 沒有實際效用 它的通風就在這裡 上下兩個通風口 底下是銀色的烤漆四條 以前如果是歐寶的車這邊封成這樣 我覺得很危險 因為以前歐寶車超會抓水溫 那時候的歐洲車來台灣 都是有一個溫度過高的問題 不管哪一個廠牌的歐洲車幾乎都有 當初他們在造車還沒有很明顯的 去分那種熱帶 亞熱帶的地形 然後去造車沒有 它都照他們那邊的天氣在做車 還有再加上我們的交通是比較常 平平走走的狀態 所以來台灣有很多的車款 都會遇到那種爆水管 水溫過高引擎沖掉那種問題 包幹的兩側 有兩個像進氣孔的東西 有銀色的四框 然後前方有1 2 3 4 5 6 哇 六顆雷達耶 這燈好漂亮耶 這是那種熏黑感 而且這個顏色很特別耶 食品其實是漂亮的 它是有一點略帶金屬顏色的綠色 引擎蓋的中間呢 它做了一個突起 漂亮 不錯 它的鋁圈 215 60 17喔 是馬牌的 EC 60 這是叫什麼 接能胎 靜音胎 靜音胎 難怪剛剛開起來滿安靜的 這個側面的防刮材質啊 延伸到側面的輪弧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邊做一個圖角 可能是造型的 防刮材質中間還給你一個烤漆 到底能不能刮 你告訴我 刮到還是刮到烤漆啊 它就是可能想說 你整塊防刮材質其實太厚了 所以它可能想說帶個四條 把它修飾一下 側面呢 有一條很大條的鍍鉻材質 延伸到C柱 從A柱延伸到C柱 是一個拍字型 然後它的B柱有做烤漆 但是呢 窗的水切四條就是 都是原本的塑膠的顏色 這一台呢是有懸浮式車頂 所以在水切以上都是黑色的 包含這個後照鏡也是黑色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 綁點燈測的系統 然後它的摸門 是不是有駕駛作用 我記得最陽春的是連iKey都沒有 啊對 剛剛沒有講到輪框喔 窗色切削 就這樣 好看吧 我是不喜歡啦 5分你給幾分 1.5分 我勉強2分 然後它的左邊呢 有它的加油孔蓋 直接按壓就可以打開了 但它這個加油孔做超大片 你看它旁邊有一個預備孔 可能它有電動車款 它有可能是預備在做電動車插電 所以這個油箱蓋顯得比一般車 多了三分之一吧 好屁股的尾燈呢 也蠻犀利蠻銳利的 那形狀呢 有點像縮小版的ARIS 這個裡面也是有做這個立體的切割 就跟那個 上次那個408很像喔 裡面會做一些立體的胡椒 再來 打開後車廂它的按鈕是在 我剛剛第一次摸到 鏡頭 這個鏡頭 我第二次我才摸到這個 你看 尾門 不大 小小的 但是我覺得是還不錯的是 它這個其實全部都有直上絨毛 其實現在試到很多的國產車 或者是價錢比較便宜的車 它可能就是都是整片塑膠的 那塑膠的一個壞處就是 摩擦會有白色痕跡 就是差別 而且它這個坎滿深的 應該至少15公分左右吧 雖然它有給它夾 綁在這裡是蠻鳥的 欸有神奇寶貝球耶 來這樣有沒有像神奇寶貝球 是 補帶計啦 欸它怎麼沒鎖好 這做得好 好勇工喔 空間不大 然後這上面呢不錯啦 不用選配的隔板 不過它的厚度有比一般的 國產車 日系車來的厚一點 板子來厚一點 毛直的稍微長一點 欸其實現在看起來12.9 好像沒有很貴 我們已經被通膨弄到 價值觀那個崩壞了 崩壞了耶 欸旁邊這是什麼 網子可以開耶 看看它是什麼 尾銷孔 喔尾銷孔 換燈的啦 對它裡面還有厚的那個羊毛 它那羊毛怎麼掉下來 有沒有 有一些隔音的 塑膠 塑膠 我跟你講歐寶從小時候就都塑膠了 欸這個是皮喔 淺色灰色的皮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格子狀的一個飾板 銀色的飾板 然後前面這個有一個有點斜的杯架 後照鏡的收折跟調整 自門電動窗 跟電動窗的安全鎖在這邊 我發現這台車開門 開門以後我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車底的這個門檻做得很厚 然後這裡很深 你看我手整次伸進去了 好這裡有一個檻喔 所以剛開始我跟阿呆一上車的第一件事 我們先踢到這個檻 到目的地一下車的時候又踢到這個檻 對它這個檻是比其他一般車來的 真的來的打很 很有感 因為你就是會一直踢到它 但是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顯得安全 這我們就不曉得了 對啊它這個地方真的做得蠻粗的 比一般車來的粗 這個是蠻明顯的 就跟我那時候看408 覺得B柱做超粗一樣 其實這台車的B柱也是蠻粗的 而且我剛剛發現一點它的這個 前後門交接的地方 整個都有做一個密封條在這邊 A柱葉子板裡面呢 它一樣用保麗龍塞住了 門框膠條是有直龍 而且它做雙層的 這比一般車多一層 只有這邊沒有 這邊就是利用剛剛AB柱的那一個 所以這個車我跟你講 它隔音應該會蠻不錯的 椅子是龍布的喔 做了一個很特殊的圖形 但它只有這一條是筆欸 很好吃 好 其他中間的都是斑布的 先發動 我看到這個框我的賭氣 這個框代表什麼 它明明可以做更大 我跟你講不只是這樣 國外的確比我們大 對 其實它原本是有個10吋 12吋的吧 我記得是12吋 但是我們這個只有大概7吋而已 好 所以 我另外風扇那麼大聲 有沒有聽到 這個就真的是歐洲車 風扇還是依舊那麼大聲 好 反正這個儀表真的是有點小啦 這Pro Max 說iPhone 15 對 你說的是我的 鈦合金的iPhone 15 Pro Max 1TB 選五黑好不好 來跟大家比一下 差不多而已 有沒有 剛剛好放進去啊 只有上面多一條而已 而且中間也很好笑喔 外框就是做按鈕給你 然後直接進入導 看沒有導航系統 連導航系統都沒給分導 方向盤盤盡我覺得很大 那這個歐寶的標 我現在發現歐寶的標 除了它的閃電標以外呢 它上面還有一個OBEL 然後方向盤握感 我覺得是偏硬的 沒有那種再按壓一下 會有一個軟軟的感覺 剛剛開起來我覺得有一點是 我覺得它這個角度做得很斜 撥桿嗎 撥桿特別寫 比一般車來的寫 所以剛剛第一次打的時候 我有點突出 OK 然後它的這個儀表台 有點好像駕駛座的一個感覺 這個都是這個啊 硬素膠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是 它這裡還做一個小屋簷 對 就放分離式冷氣 室外機 放在這裡 做一個小屋簷 應該是遮光啦 怕反光啦 方向盤有四項 好 上下撿後 好 發芒四項 雖然這螢幕 鳥鳥的 可是我覺得不錯耶 它這個都是 螢幕都是那個耶 繁體中文耶 我很喜歡它那個 咚咚咚的聲音 有沒有 可能我聽膩了 一般的那種聲音 我覺得這聲音 這聲音好親切 這聲音很舒服 看一下它的倒車結音 哇 沒有噪點 可是 它有環景喔 右邊 可是它螢幕太小了啦 我剛剛看到 想要把頭伸進去看 你知道嗎 我覺得解析度中等 不算最差 因為我看過更差的 還有加上 右邊有個小小的環景 但螢幕真的有點小 它沒有環景 它有環景 可能我們門打開了 沒有它只有180度 它只有一半 後面那一半 什麼意思 你關起來好看 後面那一半 欸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只有後面啊 媽啊它給我這一小條 你知道做什麼 後四角它可以換四角嗎 180度視野 看我看不懂啊 這個意義是什麼 好隨便 不太懂 因為它已經夠小了 小中更小 所以它沒有環景就對了 好 中間呢 這個是中控鎖的按鈕跟警示燈 然後它的恆溫是當恆溫空調 可以轉 左邊也可以轉耶 駕駛座跟副駕駛座 可以轉溫度 你有沒有看到 兩個功能是一樣的 支援這邊一個Type-A 跟一個檢驗器 這個Type-A應該是可以用 那個Apple CarPlay用線連接 可是媽的這個螢幕 我覺得沒有我的手機 哈哈哈哈哈哈 我CarPlay要幹什麼啦 靠腰啊 差不多而已啊 我的還比較長耶 有一個蠻特別的 它出風口是坐在這邊耶 下面 對很下面 這邊兩個杯架 有一個蠻貼心的 它有杯架中杯架 所以你如果拿比較小瓶的那種 可樂 或日本的那種販賣機咖啡 它這裡有個小洞可以放 然後再來 它這中間按鈕都偏小 它有個P的按鈕 跟手排的按鈕 然後這邊有一個扶手 但扶手我覺得偏 我178公分 我的坐姿開車其實 已經算蠻後面了對不對 它的扶手還只能讓我跨到一點點 那好吧 它也不能再往前拉了 可以耶 可以往前拉耶 犧牲一個杯架 這樣就好了 中央置物很小 然後這個也是皮的 看這個 我就說現在的車這個都做得很平 膠到很靠近當我講 其實還算不錯 滿深的 它是滿深的 雖然看起來好像滿薄的 其實它滿深的 看這兩包面子就知道了 這邊有那個氣囊關掉 講到氣囊關掉 你看它這裡有ISOFIX 副駕駛座椅有ISOFIX 但是台灣不行 台灣前面不會有放安全座椅 所以那個就是怕放小朋友 打到小朋友 打到小朋友 這邊如果放安全座椅 那邊要關掉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三組ISOFIX 好 看後座位置 行話嗎 那是駕駛太高了嗎 我腿太長了 好肌肉 我完全是頂住的 然後坐姿也非常的直 很局促 非常局促 對我來說 可能是因為我的 我開車比較後面 然後把大家斟酌 你看我的坐姿都已經超過B柱了 它這個有八個氣囊 好像後座的兩側也有 然後後座的椅子我覺得很奇怪 它後座椅子皮革比較多 後座皮革比較多 而且它沒有中央扶手的 後面呢 有兩個Type-A的充電孔 講一下門板好 阿丹你拍一下門板 門板 你摸一下那是不是硬樹膠 沒有貼皮 硬啊 感覺應該是要貼皮的 部位沒貼嘛 對不對 全部都硬樹膠 都是硬 而且它那個洞放不了飲料 這個 可能有點堂堂的 勉強 那這樣它後座都沒有飲料杯架呢 從以前好像就不喜歡做杯架 其實歐洲車都不喜歡做杯架 我記得以前歐寶的杯架是坐在 手套箱翻開 板子上會有挖兩個洞 但是那個洞你不敢放 很淺很淺 很淺 對你覺得會翻 好啦 測試完咧 出巴士車啦 Yeah 椅子調到最低 幹 轉盤 歐寶以前就是用轉盤 那個要移動的椅被轉到 讓它手扭到 好 它這愛信巴素手自排 那起步跟它自臭牌 欸我這樣一直嫌 可以嗎 剛開始 剛開始而已 可是它的 我在開之前 我猜可能跟408很像 果真還真的有點像 我說那個油門的反應 就是起步的運轉品質不好 會有稍微有抖動感 之前那個408 我們是透過小6嘛 對不對 幫我們處理的 那這一次呢 是透過這個 一個好朋友 收藏了很多車的好朋友 叫他出界的 我們現在試著 不自己 花錢 因為沒那麼多錢 我發現現在新車怎樣 出太快又太貴 我真的不行 實力不允許 這個也謝謝很多的粉絲朋友 都會私訊小吃 說小吃我有一台 新交的這個 Casting 什麼Keya 什麼 Io Nic是Keya 還是 還是現代 反正我不管 他們都願意出 私訊說 可以出界很多車 還是不要 不夠熟就不要 好不好 對啊很謝謝大家 那很多人 他是希望 小吃嘴他的車 但是真的 我是覺得 不要這樣 這樣不好 我們這個 不要再結怨下去了 上次那個 超派Apple 那個已經搞一個 那媽的 欸 我只不過是 靈機一動 想個梗 等一下公斤變四足 我怎麼受得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以這個 周圍的好朋友幫忙 我們來處理一些 平常我們真的沒有機會 試得到 然後這個 也沒有機會 買得到的 這個 車種 那如果那個勒 新車公司提供你車 你要是嗎 那你覺得 我們 現在已經破五十萬大台了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是五十萬大台了 算吧 算 算滿大台了吧 以車子來講 對不對 當然如果 那個有願意不怕死的 可以提供我是OK的 最近雖然最近生意不是很好 好 瀏覽率也普普通通 但是我們 這個也可以考慮一下 好不好 所以你要看收錢嗎 欸 業配啊 我是那種人嗎 觀眾朋友 要看我 就是要看什麼 真性情的 小思嘛 主觀的感受 所以我是這樣覺得 如果我們要收錢的話呢 我們一定會 打贊助在上面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吧 就跟大家講啊 我擺明了啊 我也算是 突破這個業界的創舉 對不對 我們就做一個創舉 今天如果車廠願意來 對不對 願意當乾爹 我們直接乾爹秀出來 那我們多講幾句好話 也是 無可厚非吧 哈哈哈哈哈哈 還是 我們換一個方向 拿遮口肺 哈哈哈哈 拜託 小四 這是上市的新車 拜託美言幾句 哈哈 不用 不用美言幾句 你什麼都不要講就好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不行啦 我要試一下跟車 跟車怎麼用 現在有了吧 喔 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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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欸 雙手離開被你發現 哈哈哈哈 它跟得滿緩和的 就是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急促 有點煞車 我要看它煞車柔不柔和 欸滿柔和的 喔 加速也滿 喔有 稍微它有加速了 OK 我這樣開起來呢 我覺得它的車道的 LV2 我覺得還不錯 加速跟煞車都滿柔和的 車道至中 我覺得也不會給你一種 轉彎過時的感覺 喔其實有些車款的車道至中喔 明明它不是乒乓球 可是其實它的車道至中 用起來 轉彎太過急 偵測太過於 反應太過慢 一定的嘛 就是當你出現一個彎的時候 它偵測那個彎的反應太慢的時候 它就會 方向盤會打得太急了 那你如果有提早偵測到這個彎的曲度的話 提早反應 它就會比較柔和一點 我記得它前後的擋風玻璃 都是用雙層膠和玻璃 那隔音的表現我覺得不錯 你說它是純正的德國車 好像也沒那麼像了 因為跟2008好像是共用底盤的嘛 引擎嘛 在我的心目中沒有那麼純德系的 但是呢 這個底盤 還有這個風切聲 整個隔音的水準 我覺得是有的 我覺得還是有落差耶 就是這樣子的等級 你比起一些 例如日系的CX3 甚至是這個 同等級啊什麼 HRV啊 現在連Yaris Cours都 沒有Yaris Cours比較便宜 CC 不對啊 CC也不能這樣比 媽的它這個到底跟什麼 同等級啊 價錢嗎 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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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那不會那麼貴 那無臭無小 人家英國的 好啦隨便 反正我覺得它的隔音是還不錯的啦 至少我覺得剛剛在高速公路的風切聲的表現 在平面道路的表現也不錯 然後底盤的反饋的隔音我覺得也不錯喔 簡單講我其實前後都聽不到那個輪乎 那種轟轟轟的那種噪音 但是呢我覺得它的底盤反饋啊 很跳 這樣還想要接乾爹的錢 我發現他們習慣性都要講說什麼 很可惜的是 有沒有 很可惜的是 就是過一些坑洞的時候 彈跳真的蠻明確的 而且你能感受到 很直接 對 底盤反應很直接 不過呢你如果鬆了油門的再加速呢 還是會有一個反應的遲緩 好起步的時候就是抖動稍大 然後反應比較慢 速度起來的時候非常的順暢 但是呢就是你在市區可能要節能啊 來啪波啪波 要節能啊等等的 太溫了吧 所以在市區的時候顯得非常的溫順 好快就換檔 下車都這樣一下就跳到 跟那個Rapping的時候是一樣的 很快就試檔了 但是剛剛 剛開始要加速爬進入這個坡的過程中 是辛苦的 然後Sport Drive Mode 好運動模式 來了 我們來試試看運動模式差多少 我現在是運動模式 它沒有Auto Hold 很屌 可是可以直接拉手煞車 你在D檔當中直接拉手煞車 你吹油門它就走了 只要你在D檔當中 你如果D檔當然不行啊 A柱 擋視線喔 前方 我出彎踩下去不衝 我彎頂點的時候踩油門 我踩我的它走它的它沒有要理我的意思耶 它還是這樣溫溫的這樣走出來 不過方向盤盤盤太大了 好大的方向盤喔 你要做公車的喔 但方向盤偏輕的 它方向盤好輕 所以你一轉有沒有 就很容易轉過頭 當然你可以開習慣 你知道彎的彎曲度是OK 但我是覺得它方盤真的滿輕的 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路感 不過它的底盤跟軸距做得不錯 就是我彎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屁股是跟得到的 不過我覺得進了S檔之後呢 雖然它比較積極了 但是真的認真講還是稱不上暴力 不過這個愛性的巴素手自排變速箱 的確它的邏輯性跟銜接性順暢性 我覺得非常好 但可惜它的馬力就這樣而已 三缸引擎帶出來是有點抖 方向盤是不會 但屁股會有點麻麻的 它這個三缸引擎 渦輪增壓1.2啊 我去了解一下它目前呢 它那個皮帶還是泡在油裡面 那之前其實有很多 因為它皮帶泡在油裡面 造成了一些材質上面的問題 然後造成它的內部的損壞 那不知道材質上面有沒有改良 把那個正式皮帶泡在油裡面的這個 設計真的是 以前開標誌的通病 好像是裡面的滑板材質會 會破損之後會有屑屑還是什麼 而且啊 你知道裡面它有歐寶的味道 你知道每一台車都有它的味道 像你的車就有臭鋪屁嗎對不對 現在沒有 每一台車有它的味道 BMW冰是什麼 那歐寶喔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不得了了 上車的味道跟我二十幾年前 聞到的歐寶車上的味道是一樣的 很屌喔 啊對我補充一下 它其實後門的開度也很小 上下車其實也不太容易 它這真的是很緊湊的車款 這個我覺得要拿來當小車評比 我覺得那個MG都還比這個大 好啦那當然在測試借來試的嘛 那未來這個二手車其實目前喔 也還沒有估到 那當然以前的歐寶的二手車是很慘的啦 那現在呢 那就要看看 我常常在講的喔 這個你好不容易回歸了對不對 不管是新創的 新進來台灣的品牌 還是你好不容易回歸的品牌 重點 請把後勤做好 不要撈一撈就跑了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耶 那很多人會關心這個車的二手車價 我覺得 二手車價現在問我一點都不准 就跟當初的MG一樣 我們得看看它未來的表現 未來的表現 除了車子問題多不多 大不大 有沒有發生什麼大問題以外 它的經銷商的態度很重要 處理的態度很重要 那這個真的也關係到 它的二手車的價格 其實我有遇到一台這個 二手車要要估的喔 基本上呢 在所有問題都還不明朗的狀況 現在你要問我估這個車 我坦白說 我給的折價會是很大的 比如說它問我的好像是二三年的吧 新車一百一十二萬 我應該是打了七到八折 跟它爆 但我沒有買到啦 我相信這個行情呢 我也問不到 沒有任何一個車商問得到 所以我自己憑感覺 我覺得是七到八折 左右的價格我才有興趣 其實這就是這樣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也許我出太低了也不一定 當然我是沒有成交 但對於我來說 沒有七到八折 因為我還要加我們的利潤嘛 那加上這這麼冷門的車子 我不確定市場上 想要買的人多還是少 所以我真的有一點風險在裡面 它還沒有一定的二手車的行情 至於未來如何呢 那就要再觀察 一樣是再觀察好不好 欸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那時候都發現喔 歐寶的車子後面最後一個字都是 它的車款 只有一台最近的Greenlandland不是而已 以前有什麼 Omega Tigra Cossa Vectra Extra 後面都是R 有沒有 最後一個字母都是A 它只有Mocha 對不對 結果它竟然沒有延續了 還有Kalibra 歐寶以前最厲害了 那時候風阻是最低的一台跑車 凱莉奶造你知道嗎 Kalibra Kalibra 凱莉奶造 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R 對所以它的尾速是A 我記得就是它前陣子說什麼Greenlandland 那就沒有A了 只有這台沒有 然後好像OBA 還有我爸的Caddit也沒有 我目前印象中只有這兩台尾速不是A 我覺得它這種取名方式蠻屌的 對不對 你說有個車場它坐一個車然後 比如說尾速用B Model B 也可以嘛 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我常很喜歡研究那個車場對於車子取名字的方式 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啦 今天的二十幾年的 沒開到的歐寶的開箱都在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多去借特殊車款回來試給大家看 開箱跟大家分享的話 也請一定要幫我們影片按讚分享留言 給我們知道 我們就繼續努力 不管去哪裡借 不管去哪裡弄 我們就把這個車弄回來拍給大家看 也許未來有機會 我們這個韓國車納智傑 我們只要有機會我們也試給大家看 你可以喔 我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我不能湊它 我馬上客觀 好不好 我們現在頻道走到這邊了 你知道嗎 要越來越客觀了 不能太主觀了 雖然我還是蠻主觀的 我試車還是以主觀為主 可是 你懂那個感覺嗎 就是當我們還在這個流量上升期的時候 我們就沒辦法嘛 我們就把狗都不吃還是怎麼樣 例如嘛 我們要做一些比較 你懂嗎 買回來 把它的湊 買回來拆它的辦法 拆它哪裡 湊它 這流量上升期嘛 我們已經到這個comptop 應該不用再上升了 我們大概就這樣子穩定就好了 我們這個小心死的萬年船 我們再繼續這樣子沖 哪一天會跌落山谷對不對 我們就穩穩的這樣做好不好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幫我們按讚 那就今天就到這邊 下次見 拜拜 scent 你有沒有看的小美人魚是什麼戲你知道嗎 小美人魚 對呀 什麼叫什麼戲 它是念什麼戲的 Ander的戲 那是山上優雅的 山上優雅 很粗欸你啊 好吃欸 好吃啦 靠腰啊 50萬大台人家被黃標 哇好吃欸 夭壽啊 原來你想到山上優雅都想到他吃東西 忘文綺